他這樣回答你 真的 你的意思是叫我要就是 沒有啊 你就說 是啊 那你這邊坐一下 我去吃一點東西 待會再回來跟你會合 對 他會說 好好好 那你要吃什麼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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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 好 那隨便好了 這一家吃好了 然後我一點 他就說 唷 怎麼這麼貴啊 你下去嗎 阿明哥 你又扣分了啦 你吃得下去嗎 然後你就說 好 那不然我點便宜的 好 然後自我安慰就說 沒關係 待會就要吃晚餐了 等一下 所以我是命太好嗎 一般的婦女出國都是這樣嗎 都要看老公臉色啊 吃buffet吃到飽 我會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他會跟我說 吃buffet會吃到飽 對 老公會啊 會嘛 老公會 可是我們沒辦法 對啊 老公會拿那個麵包 就是小餐包 因為拿到餐牌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吃完 他會把它用衛生紙包起來 包起來 外帶對不對 餓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餓了之後 他會說來這邊還有食吃 是不是 你看到沒有 美人姐 不這樣子嗎 對 老公死了 而且 餐包是拿給小孩子吃 所以中午的時候 他還不會問小孩子 餓不餓 對 是不是 那我們餓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去吃呢 我是不懂 還是我日子過太好了 美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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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方法是 就是因為 我覺得既然去當地 我就是要吃當地的食物 所以 每次到晚上什麼地方 就是店都關 沒有地方逛 便利商店還會開著 我就去買當地的小零食 然後隔天帶在身上 即使大家再怎麼樣不吃 然後至少我身上還有很多那種 當地的小零食 對 就可以隨時吃 對 我跟你講 當地的小零食是OK 如果是海島 我其實也是最近才 有機會跟朋友出國 才發現說 我這個人還蠻自我的 完全就是 我餓了我就想吃 可是我不餓 我也沒有說要吃 就別人也不好吃 說他們其實已經好餓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原來人跟人相處 是有這樣子 我都覺得 所以後來就被人 只要吃飯時間 問說你們餓不餓 因為你可以少吃啊 對 我會說我都可以 可是不要餓 你要限制人家吃啊 這有什麼困難呢 我沒有限制啊 他沒有限制 他真的說 好飽喔 超飽的啦 寶貝喔 不是 因為我 因為我會很難理解的地方是說 我們的早午餐吃完之後 我們就說 那我會先講 我說我們吃飽喔 吃飽那午餐 可能我們就不會在那個時間吃囉 然後我就講清楚了 所以大家就吃一吃 那吃完之後你就 因為我們吃飽是會撐很飽 那很飽以後 10點半到11點左右吃完 然後離開 對啊 1點半 1點半喊餓了 我說 蛤 11點 1點半兩個半鐘頭 我們吃得很撐你喊餓了 是不是很難理解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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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很多東西耶 不是 提很多是我在提 他沒有提 沒有沒有 好 超明我跟你講 因為你早餐是可以塞得下東西的 對 可是有些人早餐 塞得下東西 我們頂多就是 我跟你講 我其實出國早餐都吃不多 對 我也是 可是我一定要吃 對 但是我吃不多 我大概就是一個 croissant 一杯咖啡 然後一個蛋 頂多看有什麼東西 一點點 我就已經很飽了 我也差不多 你叫我說吃到飽 我就對啊 我吃飽了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這個不要 夫妻出國不要再為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就把話說清楚了 對 所以後來 身兆彼此肚子餓的時間 那 我就覺得 可是我覺得你一直怨他幹嘛呢 因為 我沒有怨他 後來我自己帶餅乾了 好可憐 所以我就是 餓的時候我就自己拿餅乾出來吃啊 就算啦 可是你拿餅乾吃他也會不舒服啊 還好 不會不會不會 不要再花錢就好 沒有力量花錢 沒有力量花錢 不會不會 不會 之前 之前我們還出國的時候還會帶泡麵耶 我就行李箱放泡麵然後出國 有時候晚上肚子我們就泡麵拿出來吃 所以 所以玲瓏啊真的很多團體 早餐 這樣 風捲殘雲 這樣整個 巴肥這樣掃掉嗎 巴肥的包肥 我就說 真的還吃完給人家打包嗎 打 應該是不可以 不可以啦 不一定是不可以 不一定是不可以 不過有時候 小孩吃不下 跟他多要一個麵包 我覺得是OK 可是如果你是算計他 我覺得 那個好像也不太好 你可以跟他講說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他不下來吃的 那能不能幫我弄 弄一個外帶 然後他會說 那我要去問主管 他必須請是主管 不是護身 就可以做決定了 那完了之後他會讓你 我就帶過 因為有客人 拉肚子不能下來 但是不能 不能不吃啊 所以說我們 我曾經這樣子帶過 他是可以的 那至於說 吃一吃之後能不能外帶帶走 一點小東西人家是不會跟你計較 對 像我有時候 吃一吃 我覺得 我跟昌明兩個有一點像 結果 就不用再去為那個中餐而考量 對啊 然後呢 這個有時候 我水果像香蕉 我很喜歡吃香蕉 但是 我不見得要在那一當場吃完 我吃完之後 我香蕉拿在手上 這邊都可以燒 然後 我是大大慌慌帶出去的 一根當然可以不要打整串就好 對啊 對啊 啊至於 我們會看到很多那個 媽媽 帶著包包進去 就放在包包進去 就是偷偷的 那不行啦 其實根本不行 抓到其實可以罰錢 可是坦白講啦 如果你是那種 通常很多跟旅行團 都是飯店附早餐的 對 我覺得你不吃白不吃 然後比較白吃的是呢 有一次去韓國 出差 然後我們訂了飯店 那我秘書知道 我是不太有 我是要吃早餐 可是我不喜歡在飯店 我起來的時候 飯店早餐我都吃不到 慢慢就出去吃 雖然就沒有給我訂 有吃早餐 可是因為肚子餓 然後想說 今天這一家到底有沒有附早餐呢 那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同事 應該說 應該是有 我說好 那我們就下去吃個早餐吧 也沒有人問我們房號 我們進去就吃 吃完就帳單來了 我們才知道我們是沒有附早餐的 而且很貴喔 飯店早餐很貴 對 如果不是附在房間裡面的 一個人 一個人一千兩百塊 對 阿莉亞 那這太貴了 我天啊 而且趕快吃不多 問題是 我們要 已經吃不多也吃不下了 對 對還是要簽啦 已經吃完了 哇塞 好貴喔 天啊 所以我知道那種有附早餐的 一定要給他吃 要吃到吧 對 可是要尊重有人就三下 有啦有啦 不是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小原因 是因為 通常我們一吃完十一點 我們就開始想要好 開始這一天的開始出去晃了 對 所以你一出去晃十二點到一點 這中間時間是很尷尬的 因為你一出去譬如說摩托車騎了 你就欸 正在玩到某一個途中 或者說我們在游泳池裡面 正玩到一半 會喊餓啊 你講說好沒有說服力 在飯店游泳可以叫飯店的啊 對啊 對啊 我只是想為自己加分啦 沒想到扣分了是吧 沒有 那算了 算了 所以就在看他們的行李啦 好不好 好的 兩位 你們這是要去哪一國 這個 每一國都這樣 都是這個行李箱 通常裝屍體也是這種這種 厲害耶 又大又黑 這個行李箱很輕耶 超輕的重量很輕 可以裝很多的東西不會太重 真的啊 這很輕 看它最重可以裝多少 呃 七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大概2628吋吧 那你為什麼 你沒有多少東西 為什麼要帶 帶那麼大的小子 因為每次出去 這都會裝滿 喔老婆 為什麼你爸爸要裝衛生棉 喔這個是 這是因為他 他很奇怪 他每次出國 出國都會那個來 對 都是中間都會遇到 然後他很奇怪 他就是 遇到什麼 遇到鬼嗎 遇到奇怪的事情 他就是說 因為他平常在台灣 如果 如果 越市來的話 他買衛生棉 他就是會 很快速的 就是 買好了 然後有一次很奇怪 就是 沒有 就是他 他沒有帶著衛生棉 然後到 那個 那次好像是韓國 還是日本 我不知道我很衰 我去很多國家都會遇到 親戚來 對 然後他去的時候 他說 那我去便利商店買一下衛生棉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我就在外面等 一等就等了半個多小時 然後我想說 我進去看他 他在幹嘛 他竟然拿著手機 在那邊查Google 就是查翻譯說 欸這個是什麼功能的 這是有什麼香味的 所以乾脆吃飯 對 所以我之後 我就是都幫他帶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嗎 這個是我自己的 盥洗 盥洗 其實他的那個 空間都蠻大 他就預留給我 因為都會被我的東西 撞滿 對 他沒有多少東西啊 對 就是做的鞋 就是簡單的衣服 那也是他的 對他的 你有必要出一個國 等一下 我太多了 我不要這麼會流啊 不是雪崩嗎 因為有時候 他以前有跟我說過就是 剛來的時候會比較多 所以我就準備準備 因為這樣子也太大了 不知道 可是我自己 沒有好幾個月吧 我自己又沒有來 所以我不知道 沒關係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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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好 這終於會過去的 對對對 二十年後 你也不用幫他帶著 好恐怖喔 好 其實我跟他一樣 我也就是一個行李箱而已 其實我出國就是一個行李箱 只不過 回國的時候 回國會變比較多一點 俄羅斯娃娃的概念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這裡面還有一個 因為就是這樣子 你才可以裝比較多啊 對 他最誇張的是 所以回來就變得很多個行李這樣 對 因為你這樣子拎的時候 才不會太重 裡面還有一個行李箱 對 還有一個 其實這一個是最重的 為什麼 他裡面帶了一堆 灌洗用具啊 保養品 衣服放在這裡面 光灌洗用具跟保養品 就這麼多 沒有衣服耶 因為我出國的時候 他衣服都是直接到那裡買 對 對 所以我想說我呢 我的行李箱都會被抓 所以我才說我的行李箱都會被抓